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你打不开了 那我们要逆时针像这样逆时针 逆时针慢慢把它打开 把它旋开 大家看一下旋开之后呢 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接头 把它放在旁边 那个接头就是让我们可以接在这个支架 在这个头上面 把它转上去 转好 转好之后我们这个整支支架是这样子的结构 大家看到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这个 把它守在我们的这个桌边 那桌边呢 我们有限制 这个厚度呢 必须小于4.5公分 这个地方厚度 这个桌子厚度 必须小于4.5公分 那这个桌子有深度 那深度呢 必须大于2.5公分 这个要大 这里要大于2.5公分 这里要小于4.5公分 那我们现在把它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把它锁边边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 把它锁上去 在这里 把它这个 就是花点力气好吧 当然 你这个可以 可以 可以到很薄啦 但是也不 但是就是不能太厚 不能厚于4.5公分 所以如果厚于4.5公分 你就要买这个加厚型的 等一下拿给大家看 好 那现在把这个支架呢 再把它锁紧 好 就这样 那我加厚型的这个 这个是像这样子 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 加厚型的 它可以到 比较这个 可以 桌子就可以更宽 是不是 可以更快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我们有另外有卖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原来配件是这一个 这个大家看到 那这边有个洞 那我们把这个支架呢 这边有杆子 这杆子呢 放上去 好 大家看到 就像这样 它就是把它擦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 往上面 大家看到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接的DOCT在这儿 好 那如果是Blue Yeti的话 也可以 不买避震价 直接呢 这边有一个小 这个凹槽 好 那这边是Blue的这个 USB插槽 这边是耳机孔 那当然这边 还有这个 它的音量控制 还有更 不懂的这个 场景可以选择 那是GAME 那我们再一样把这个悬上去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就像这样 它可以选的很紧 现在很紧 那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子 可是这样比较不稳 我们希望你是用垂直的方向 把它选紧 那如果这个地方不在你这个 自当范围的话 麻烦你稍微转一下角度 把这一条松 这一条松之后呢 这个杆子其实它可以 它可以旋转的 那我们可以把它选紧 比如说像这样子 我们把它选紧 就像这样子 那我们远远的看过去呢 我们发现 这个 它呢 可以说可以 由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这个 放置 往下也可以 再往更下也可以 那你可以往上 稍微看一下 大地没有太大问题 它旋转 它也不会下垂 这个这一条支架 它还可以支撑出不路的这个 这个重量 液体的重量没有问题 稍微看出来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 这个加上我们的这个避震架也可以 把它拆开来 好 那当然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刚刚我们是先把这个adductor 这个避震枕了 我们还是要拿出十块钱硬币 把它旋松 旋松 在这里 女生的话 请 可能要请男朋友或男生来帮忙 因为如果选得比较紧的话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 可以 刚刚我们是先把这个adductor 放在上面 然后不不放上 液体放上去 那你也可以把它旋转上去 就像这样子 旋好 旋好之后呢 再来接到这个避震架的杆子上去也可以 那避震架当然也可以向下垂 也没有问题 这个放松之后 它也可以向下 那你 液体的话 就变在这里 这个也蛮好用的 这样 这样 收音效果也不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也是个办法 比如说我们把它旋减 好 它就像这样子 好 大家看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 就这样子 好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结构都很完整 那我们现在再把它拆下来 拆下来接着是反时针的方向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要把它旋开 旋开 好 这避震架 避震架在这里 那我们这个避震架是长这样子 那我们也可以把避震架呢 旋上去 那旋上去的时候呢 这边又需要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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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转接头就需要了 我们把它旋上去 旋上去 旋上的时候当然是你 顺时针把它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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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必要旋上最紧 因为它有一个间隙在 没有关系 只要紧就好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它旋上 把它再锁上去 那说好就是像这样子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耶提呢 就可以把它这样 锁上去 就像这样子 好 那就像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往下是这样子 往上是这样子 可以往上 那我们退后看 看的话 它整支是完整的 好像就像这样子 他并没有什么 也不能他可以 按照我们希望的高度做个变化 这没有问题的 这样大家可以感觉到这个支架是很稳 稳当的 因为不务的话在这个 麦克风来讲的还算是 有点重量但是也不是最重的 要这样子 那尽量我们如果要这样 像我们现在变这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 尽量这个地方是垂直跟这黑色杆子垂直 这个银色的杆子这样子比较稳 这个杆子尽量不要往这边朝 朝这个方向 不要在这里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往下是这样子 那往上的话是这个样子 那我现在手放开他也是很稳的 在这个地方 维持着 并没有任何下坠 那我再往上 可以调任何角度 可以往 大家可以看到 好 那 再来下来 我们把它拆开来 我们来做一点变化 那除了跟我们的旋律支架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 这种支架 这个支架是这个 斜杆式的支架 这个 也有这个 不错的效果 那我们可以 把这个 一般用的避震架拿下来 那我们这个 那我们这个 刚刚这个 我们已经把这个 这个地方呢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 Blue 放上去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并没有用转接头 转接头 没有在这里 因为他直接可以 就可以固定上去了 我就像这样旋转就可以了 那旋转到一个定位的时候 这边下面有个有个盘有个银色的这个旋转盘大家看到 这个旋转盘可以往前推 往前推你可以固定到你要的位置 这是定位夹 比如说你要这样也可以 那要这样也可以 都可以 你可以 把这个转松 转松 这固定好之后往前推 也就是说 你这个锁的时候不要锁到全满 可以锁三分之二就好 不要锁到全满 然后再 把这个旋转你往前推 它就固定 就像这样 大家看到 这样子也是一个 不错的这个 使用方式 那当然它也可以往下 也可以往上 那它可以稍微倾斜 直立划行 倾斜划可以像这样这样倾斜 但是 不建议太勤 太勤有时候 会不稳 它有个限度在 比如说像这样的角度应该就已经到 蛮大的极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当然 你也可以反过来 反过来的话就是整个盘面要反过来 大家看一下 就像这样 那这样子也 有一些人的书桌也蛮适合使用这个方式来 使用不入 大家看一下 那它一样可以伸缩 那它一样可以伸缩 比如说你好像短一点 你就短一点 这么短一点可以 这样会更稳 那你要长一点 可以 那你这个如果拉出来的话没关系 把这个挪开 把这个挪开 然后把这个放上去 然后这个 这个再插上去 然后这个 这个旋转钮再把它旋转上去 那就 组合好 那这里是 这里是定位钮 就是说你的 角度固定之后呢 这里要把它旋转紧 这样就可以了 那 如果你需要 我们会送 海绵套 那海绵套是厚实的 不是一般 是1比1量身定做的 那你可以把它套上去 蛮紧的蛮厚实的 这个不错 那这个 材料都相当的好 那如果你要用我们这个 我们这边有这个 迈克特的这个 小型的这个防喷网 它是 铁网波浪状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培朗波浪状的 它不是一般的平面波浪 它是双面波浪 中间有 三层 两边都是铁 中间是棉 然后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就像这样 之后呢我们的这个 防喷网就把它放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 也是一个蛮不错的使用方式 这个是 那当然呢 你的防喷网也可以把它放在我们刚刚 之前讲的旋律支架上面也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也可以 把它锁在这边 也是很好的方式 就像这样子 好像就像这样子 那你不如液体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也可以 好 就像这样 啊 好 好大家看一下 像就像这样子 好这样子也是一个方式 啊 好 好 那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 那详细的使用办法的购买方式 还请大家 参照网络天空上的介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